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5月9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先来鸣谢仙女,谢谢富生白德勒德森,谢谢华丰贸易,谢谢 同时感谢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宣布 乌军成功计划了第三千门俄军火炮 注意,这里指的是大口径山广火炮 不是小巧灵活的排击炮,也不是多管火箭炮 我们也注意到,连续几天来,虽然乌军摧毁的俄军坦克装甲车数量都不多 但是摧毁的火炮数量可是众多,基本上都是在15门以上 当然不包括昨天和今天的,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数字 几乎从战争刚开始,乌克兰军队就展示出了其在反炮兵作战方面的优势 并一直延续致近 乌军炮兵拥有更好的训练,更好的火力控制体系和西方援助的先进反炮兵雷达 随着西方先进火炮和电子战系统的不断增援 乌军炮兵在火炮和弹药不足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依靠近距的反应速度等优势,在与俄军炮兵的对战中占据一定优势 从我们看到的那么多图像素材来判断,俄军火炮大多都是被乌军反炮兵雷达精准定位后 由乌军炮兵装备的远程火炮发射精准制导炮弹或常规炮弹加以摧毁 相比之下,乌军损失的火炮绝大多数都是被柳叶刀寻飞弹击毁的 这当中有M777,有D30,甚至有螃蟹M109,疑似还有一门PZH养前 应该说,柳叶刀是俄军在本次战争中为数不多的亮眼武器 俄军可能围绕珍贵的柳叶刀制定了一整套的打法 每当乌军高加值目标被俄军无人机或前线观察员发现后 俄军总是喜欢选择柳叶刀来完成这一击 这多半不是因为柳叶刀具备特别强大的毁伤力 因为其装药量仅有300到1000克,远地于俄军榴弹炮几公斤的装药量 而是俄军山关火炮由于射程和精度的关系实在是打不到 也打不转于乌军高加值目标 不过,随着柳叶刀的肆虐,乌军越来越重视对其进行防范 包括炮兵,无论牵引火炮还是自行火炮 现在都普遍加装钢丝网 只要不是支撑杆出问题 柳叶刀对乌军火炮等重装备就缺乏足够杀伤力了 综上所述,相比俄军 乌军在反炮兵作战中更有效率更有优势 前天我们还说,最近乌军击毁俄军这么多火炮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的猜测是,乌军反共在即 对于乌军攻势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俄军火炮 所以乌军最近明显加强了反炮兵方面的工作 希望在反共发起之前尽量削弱俄军的炮火 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反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好,咱们来看原著方面的消息 1.华盛顿邮报报道 英国一直以在向乌克兰引进新武器系统方面领先于其西方盟友而自豪 早在5月2日 英国国防部发出了一份基于乌克兰国际基金的市场采购一项书 要求提供射程可达200到300英里 也就是320到480公里的远程武器 该意向书要求在三天内作出答复 英国官员拒绝证实正在考虑的武器具体类型或数量 以及采购时间 但是据分析,这份采购意向中 要求的规格和能力都与英国拥有的空射型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密切匹配 而风暴阴影可以由乌克兰的苏质飞机适当改装后 挂载和发射 不过呢,这是我们倒没有那么的乐观 因为英国今年2月就曾说 他们将是率先提供远程武器给乌克兰的国家 说实话,当时我们是很激动 原因呢,在于乌克兰非常需要远程火力 海老师上课点名太严 很多俄罗斯学生因为害怕上海老师的课 已经自觉把弹药库、油料库和指挥所搬到了海老师的打击半径80公里以外 这就导致海老师经常没客可上 所以正如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所言 乌克兰需要射程更远的武器 用来让俄军的后勤困难雪上加霜 但是现在都五月初了 英国说的远程武器还是没影音 我们多少还是有点难过 就比如这风暴阴影巡航导弹 去年8月、9月和10月 分别有马上将要提供给乌克兰的传闻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正式浮出水面 确实让人沮丧 二、网络图片显示 乌克兰武中部队收到了第一批以色列制造的低空预警雷达 与超短程防空系统配合之后 可以有效防卫多种低空威胁 比如无人机、制空弹药、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 据防卫部落格报道 5月5日 网络媒体传出蒙面乌克兰军人与多人物雷达的合照 立即引起各界讨论 据介绍 该系统是由以色列浪达电子工业公司开发制造 这是一种S波段脉冲多普洛雷达 采用时下最流行的弹化加放大器 结合主动向控占天线 可以灵敏地发现低空威胁物 却又不会被砸波所干扰 不具名的乌克兰操作员表示 新雷达将可进行空中监视、探测和追踪 确保雷达预警范围内的安全 据乌克兰军情的说法 以色列提供给乌克兰16台多任务雷达 第一批的三台已经运抵 值得一提的是 这批雷达是群众集资购买的 今年1月30日 立陶宛开始发起名为Ladlon的筹款活动 目标就是帮助乌克兰购买社区预警雷达 主要的工程是立陶宛民间社团和媒体公司 三、美国承诺向乌克兰交付18门M109A6圣骑士自行榴弹炮 他们已经在这里了 一些图片和视频表明 他们确实已经出现在乌克兰战场 但目前似乎还没有投入战斗 或许他们会在反攻中辅佐装甲矛头 撕开俄罗斯防线 四、拜登政府打算在当地时间今天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的伊朗兹军事援助 具体内容清单稍后我们就会知道了 好,咱们就继续来说说俄罗斯从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撤退的消息 俄罗斯占领军从斯卡多夫斯克和赫尔松地区的几个村庄撤离 乌克兰任命的梅利托布尔师长费多罗夫表示 俄罗斯人开始离开被占领的梅利托布尔行政大楼并关闭商店 他们大多撤往克里米亚 由于撤离行动很仓促 从梅利托布尔到克里米亚的道路上已经出现车龙 检查站前排起了长队 梅利托布尔自去年2月以来一直被俄罗斯占领 费多罗夫在占领时期一度被俄罗斯军队绑架 他坚持不与俄军合作 俄罗斯方面则指派了另一位亲俄代理市长 丹尼尔钦克 费多罗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披露被占领的梅利托布尔 和周边地区的军事和行政信息 从地图上来看 俄军撤离的是南部前线供给不太容易的地方 包括托克马克在内都是仅靠前线 而且供给最为偏远的地点 或者是一旦乌军反攻 极易被切断供给线的地方 在这些地方一旦供给被切断 很容易就造成成剑制的俄军投降 那对俄军来说可是很丢脸的事 与其这样还不如先把这些地方的俄军撤出来 另外亲俄势力撤离可能是由于前车之间 伊九姆被乌军夺回后 当时很多被俄罗斯扶植的地方官员 没有来得及撤而被乌军俘获 很多俄军的酷刑事 包括被俄军枪杀的人员的乱葬缸很快被发现 亲俄人士直接参与了这些事情 不止被判刑还成了证人 俄罗斯现在很担心再次发生此类的事情 所以当地亲俄官员先行就撤离 撤退对于俄罗斯来说可不是第一次了 去年9月初 俄罗斯西部军区在枯皮昂斯克丢了之后 仓促撤出一九姆 为此丢了几本辆坦克和装甲车 还被抓了一位将军 这是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克夫前几天刚透露的 到了11月 俄罗斯人学乖了 主动从赫尔松撤出 因为他们无法仅仅通过渡船 给纪尼泊和右岸的赫尔松市和周围地区的军队提供足够的补给 他们撤得那么快那么突然 连乌克兰官方和军方都措手补给 连我们紧跟的报导也跟不上 可以说 这是俄军自开战以来实施的最隐蔽和最成功的军事行动 没有之一 现在虽然强国军盟部主说乌军反攻已经被击溃 但俄军自己可不这么想 他们吃过乌克兰军队闪电反击的苦头 知道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所以现在从扎布罗热和赫尔松的一些地区开始撤离 还有一个非常好笑的新闻 说俄罗斯的一家电视台前几天在克里米亚进行街头采访 询问过路的群众 据说乌军要反攻了 你焦虑吗 为安全担心吗 然后就有两个白人长相的小伙 看起来二十来岁回答是毫不迟疑 说我不焦虑也不害怕 因为我本来就是乌克兰人 把俄罗斯基者给切了个半死 不过2014年搬到半岛的俄罗斯殖民者可就没那么悠闲了 因为按照乌克兰的既定政策 他们在半岛的财产有可能被没收 人也有可能被驱逐 所以这帮人才是最慌的 最近他们已经开始搬家回俄罗斯了 虽然房子一时搬回卖不掉 但家当可都是自己的 能搬回本土的还是尽量搬走吧 现在舆论场出现了古怪的现象 一方面是 俄罗斯大阅兵的时候连相应的坦克都没有 俄罗斯行政单位从乌克兰撤离 俄军士兵换上便装 颤乱一起开小差 另一方面是 强国网络里还在整天乌克兰马上要崩溃 他们的俄祖马上要全身的狂呼乱喊 事情到底将会怎样发展 我们早已预料过 今年乌军肯定会把俄军赶回1991年国境线的 还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 我们就等着看看 我们坚信到底一定会取得辉煌的全身 好 以上两个视频是我们今天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寇同学心情耕耘 咱们明天再会